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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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欣和辽宁省五大机关的三万多名干部一起都被送进了盘警五期干校 这里呢集中关押的都是中共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 张志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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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志兴就想了 既然是党要听真实想法 那应该表达真实的观点 于是张志兴就说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 刘少奇不是叛徒 内奸 公贼 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 将军 老干部 都是革命工程 听了他的这番话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这样说啊 那后来呢 为后没多久 张志兴就被登上简报批判了 张志兴不服气 继续大胆的说话 有些心眼好的同事呢 就私下劝他 赶紧承认错误吧 写写检查 这样主族善报 可以说张志兴 已经在大家的帮助下 有改过的表现 以便从轻发落 是啊 那张志兴写了吗 张志兴不想违心这么做 他坚决不写检查 就这样呢 张志兴开始不断的被批斗 谁也没有想到 不管怎么批斗 张志兴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每次都直言不讳 否定文革 还对文革路线和中共当局提出很系统的批评 这之后啊 干校把张志兴揪出来 成立了专案组 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特别提审他 专案组的高压政策能改变张志兴吗 没有啊 1969年初 张志兴的丈夫曾珍被带到武器干校参加批斗大会 他没想到的是 批斗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张志兴 在批斗会上 张志兴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怎么说 张志兴说 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 江青有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接 中央文革可以接吗 他还说 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 现在剩下几个样板戏 唱唱语录歌 这样搞下去 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这些问题都好尖锐啊 是啊 张志兴说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 他认为 中共建政以后 毛泽东犯了错误 最主要的错误是 1958年大跃进 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民公社 这就是所谓的三面空旗 张志兴认为 毛泽东借文化大革命推行 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不是突然来的 从1958年就开始了 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是登峰造极 他居然说这些都是毛犯的错误啊 是啊 张志兴还提出了 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发展 从党内扩大布局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领域 他认为这次路线斗争借助群众斗争形势 群众专政的方式 实行了大规模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张志兴把毛看得好透啊 就是啊 他直言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 科学态度相对的弱了 谦虚少了 民主作风弱了 杀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 具体的说呢 我认为林彪是这段历史时期 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 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 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 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 这种局面呢 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张志兴敢这么说啊 是啊 他甚至还为被打倒的中共领导人 刘少奇彭德怀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写了一篇 名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 他为刘少奇辩护 说 对刘少奇的问题决议 我是有疑问 有保留 是不幸福的 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起来 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他替彭德怀说话 上述言试 是党内的纪律允许的 不应定为反党问题 应该平反 他在批斗会上这样说啊 那现场的人有什么反应吗 张志兴的丈夫听了妻子的观点以后 表现得非常的惊恐 在场的参加批斗会的人 更是表现出了愤怒 不知道这些人 是不是急于表达自己跟得上心事 反正坐在底下的人 一起高呼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志兴 那张志兴停止了吗 面对这些口号 张志兴就回应 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 是不行的 让我投降 办不到 人活着 这要光明正大 理直气壮 不能奴言悲息 低三下四 我不想奴役别人 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 不要忘记 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都要坚持正义 坚持真理 大公无私 光明磊落 他好像是在为党着想 是啊 他那个时候对共产党 还是很忠心的呀 他认为按照中共组织原则 向党组织提出看法 是没有错的 他就是相信共产党 才把自己所有的心里话 都说出来了 他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了党 一点也不隐晦 但是呢 你想 当时他这些思想 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呀 是啊 你向他对毛泽东的看法 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他替彭德怀 刘少奇说话 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 这可都是要杀头的呀 是啊 他这么做就不怕掉脑袋吗 张志欣就像他丈夫曾经说的那样 他那个人 只要确认了一件事 是不会改变的 其实呢 早在49年那会儿 张志欣才19岁 他眼见同学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 他却冷冷地抛下了一句话 你们太盲目了 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 张志欣从19岁那会儿 就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了 他不知道这样做会是什么后果吗 他当然知道了 但是目睹国家社会各个领域 人人疯狂斗争 整个国家濒临崩溃 张志欣觉得 自己已经无法保持沉默了 为了坚持正义 张志欣已经把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了呀 张志欣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文化大革命疯狂的年代里 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任务百家 著名反毛女士 张志欣的故事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张志欣的故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 请您在我们的 Facebook主页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